广佛乡公所为了培育原著民主广播专业人才 结合马太安青年团文教发展协会 开办了小小主播营 邀请到金钟奖得主四大天王 规划三天的广播训练课程 20位参加的国中小学生 第一次接触到广播课程 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又很有趣 而道长眠的乡长林清水也表示说 未来不排除要办理主语的广播人才培训营 要推广主语文化 结束静态的讲座课程 接下来台北广播电台节目总监 也是广播金钟奖主持人得主的秦浩 就把麦克风交给小朋友来实际操作 头一次接触广播课程 个个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学习性质高昂 就是会听到自己的声音 用耳朵或是用录音 我们俩想要来上这个课 训练胆量 因为我对阅读还蛮有兴趣 然后我就觉得咬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就是咬字也很重要 然后我对这次的课程很满意 然后我也很有兴趣 希望下次还可以再参加 虽然是头一次接触广播学习课程 但是小朋友们高度兴趣表现落落大方 也令讲师群感到惊艳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光复乡来这个讲课 那跟都会小朋友比较不一样 都会小朋友呢 在表现上面呢 是稍微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稍微害羞一点 如果我发现到原乡的小朋友呢 那这方面却非常的活泼大方 而且呢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奇特的思考模式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压抑的一个地方 广播乡公所特别结合马台湾青年团文教发展协会 规划办理小小主播营 培育原住民族广播人才 除了秦浩 还有原住民金钟奖主持人得主蔡文翔 金钟奖儿童节目主持人奖林祝素兰等 优秀的原住民广播人才当讲师 师资阵容强大 那我们孩子呢 算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接触什么叫做广播 所以那我自己也是这里的孩子 所以我希望能够带了 邀请了很多非常优秀的 这些很会交的一个主持群 来到我们这个部落 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小小主播营开课首日 乡长林清水也特别到场 勉励小朋友们认真学习 而也是头一次办理广播专业人陪课程的乡公所 邀请广播金钟奖四大天王担任讲师 坚强专业的师资 也希望原住民广播人才的教育员能够从小扎根 总共加起来三十几座金钟奖 然后我们向下地方对于这种课程比较少接触 然后说我们要请老师来 至少让他们对语言表达一些文章的取舍 一些制作方面 还有那个自信心也好 应该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些能量 让他们以后更有信心 我想第一次办 希望在办的时候我们想评估今天看看 广播新闻媒体大爆炸的时代 培育援助民族广播媒体人才 提升族群议题的媒体话语权 部落族人学生家长也都高度支持肯定 热烈回响 乡长林清水表示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也不排除办理族羽广播人培营 附阵也推广原住民的族羽文化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